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闪现击杀菲克之时 菲克丢出隐分身接鬼斩 让月轮的结瞬间隐恨当场 此一战结束后 戴梦也不禁想说 心疼月轮 我相信广大看客对此人是非常陌生 但是对于垂时的操作 可以说精彩绝伦 2015年LCS春季赛 CLG对战CA的第三场比赛 比赛进行到18分钟 垂时带着自家打野前来干客 此时草丛回城的大师兄 不知危险已悄然来临 见识不妙的大师兄 火箭跳跃 妄图逃走 巴尼夫夫操刀垂时 恶意钟摆 拉回小炮 同时预判神功 再次勾中大师兄闪现的位置 此一波操作 早已看得现场观众目瞪口呆 而巴尼夫夫也成为大师兄 永远无法翻过的高山 依旧是让人血脉喷张的镜头 我相信无论时隔几年再次回看 依旧是难掩兴奋之情 2018年全球总决赛 八强赛 埃进对战KT的第五场比赛 关键之战 成败再次一举 32分钟 KT仗着人数优势 选择开团 妖极进场却重山而归 眼看冰林崩溃的团战 一个出生牛犊不怕虎的AD站了出来 这一刻阿水代表了LPL最后的希望与荣耀 这一刻他抛开了全部顾虑 击溃了所有流言蜚语 在这一刻他已是拥有冠金光环的中国AD 作战能力还是很高 而且有千决大招 这边直接要开打 要去侧面去偷了一道输输 回去但是血线已经很低了 千决在侧面直接打前盘 走来顶住 停住 三千块钱 变死了 小宝还有延权 全都在死 三个人走 拿上三招还可以追 哇 这一波可以团灭 大家残忠 漂亮 那这样的话可以 有机会一波 死杀的JKL5 在这盘关键的决神局 证明了自己 作为现役上路的霸主 则赛的精彩操作数不胜数 2019年MSI季中冠军赛 小组赛 IG对待几乎的比赛 则赛再次展现自身的霸王之气 26分钟 则赛阿卡丽在面对敌方众人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独闯后排 神武二段飞雷神 轻轻松松收个人 这一波的则赛 操作华丽且不失潇洒 不是在塔姆的肚子里面开了一个大招 但这一波我觉得IG是可以收了 这波IG再打下去没有太大好处 但是等杀不这么认为 等杀还要秀 飞回落雷 他的损武二段居然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而且燕空这波能杀等杀吗 杀到拿下来 但是真面击痛的所有人 应该都要倒了 但是卡斯 只会倒了 这只剩下一个塔姆了 唯一本期Top 1的是 麻辣香锅反向EQ震惊世人 虽然现在赛场上很难再看到香锅的身影 但是我们回顾这一场操作 依旧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2017年全球总决赛八强赛 RNG迎战Fnatic的第三场较量 七分钟 麻辣香锅皇子抓住小炮火箭跳跃的极限时机 插旗冲锋 将其断下 队友小明跟上暗之禁锢 UZI大队疯狂输出 最终收获一血 这一波麻辣香锅用实力告诉我们 操作华丽的背后 必定有一颗无所畏惧的心 现在卡马没闪现 直接打卡马就可以了 对 这一波莫格纳能不能跟上 但大队的状态有点差 这一波已经过来了 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 先打小炮吧 先黏先黏 EQ打出 马达香锅这波抗战 神奇 漂亮 马达香锅这个EQ直接在空中挑飞了 太帅了 这个EQ是完美预判到了 直接跟一个Q进来 帅帅帅帅帅帅 先过这一波 那边闪现又没交出来 对 这波又是一个投业 看一下这波进来回放 香锅第一时间 贴过来小炮 先WA一下 反向EQ 漂亮 哇 太完美了 哇 这波太精彩了 真的太精彩了 动动不得动 直接空倒死 我RickLiz现在 还有这种操作 在职业赛场上 总是有无数经典 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 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 做得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评论 收藏 支持一下 如果你和Demo一样 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 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 欢迎订阅 收藏